我们刚刚为什么说这个林志坚的部分 我们要花一些篇幅讲 当然林志坚我刚刚有讲到 是全台唯一一个无好现实以外 接下来就是因为在公投完隔天 大家想说那我们的政府 到底还要怎么享受他这个胜利的感觉呢 就想不到蔡英文马上找到林锡耀 苏正昌柯建民要召开什么 竹竹合并深格的讨论会议 就连英系自己都不相挺 来看到柯建民要夺冲 他在今天要提出他的这个地制法 这个等于说草案完成联署之后 马上啪啪啪啪啪 他希望可以在本周五在院会 其实他可能不止一读 甚至他可能要进行二读 最快在明年六月啦 希望可以把这个法案修法完成三读 也因此大家就会讨论 为什么连英系都不相挺 太明显了嘛 就是为了一个人因人设施嘛 为了谁是为了林志坚 但林志坚竹竹合并再选 就真的能够选赢吗 因为其实他们好像是精心计算过嘛 不把苗栗纳建来是有原因的 可是今天台中以北 如果最后只剩下苗栗不是一都 就能看吗 当然不能看啊 但是为什么要敢这样 因为觉得 现在写民我们民进党讲什么 他就听什么 我们说民进党那个叉叉可以吃 民进党说叉叉可以吃 写民就吃了 现在情况不是这样吗 所以 我现在等于就是天下无敌了嘛 那天下无敌 你蔡英文你要想一想看 你任期剩三年不到 那下来你会干嘛 你下来你就要开始被清算你的论文 你跑不掉 蔡英文的论文跑不掉 所以他要慎险接班人 慎险他必须要去推 对哪些人比他好 这些人将来在他卸任以后还要继续能够捍卫他 譬如说郑文灿就可以 譬如说林志坚就可以 林又昌就可以 对蔡英文来讲是这样 如果将来真的让赖清德选上总统 赖清德对蔡英文的论文 后续的司法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这个蔡英文要考虑这个他跑不掉 因为总统总会卸任嘛 好那林志坚的角色在哪 林志坚因为他最主要他就是柯建明的助理出身了 柯建明把他当做儿子在看待 所以就说现在我儿子没有投入了 那我要替他保一个有投入的 那怎么办 最好的就是直接入阁可以嘛 但是直接入阁他毕竟当的是一个新竹市的市长 新竹市小得不得了的市 对不对 人口这么一点点 基隆也一样 那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市 没有到中央来干一个大官 譬如说民进党过去卸任的县市所长 张花冠图刑者就没有到中央去当官啊 那他们做得也不错啊 张花冠八年 成绩也很好啊 也是几星级的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没有 所以变成他们要去说服自己内部的支持者 那我们看到林志坚 他其实想方设法 就想说让自己再演 那自己再演的话 他已经排算过这个显明结构 哪一些东西有利 然后他的收持 收持当然是新竹是科学园区嘛 科学园区有很多 盖在新竹县嘛 宝山水库那些都放在里面 那如果我们并且爱的话 是不是变成台湾一个电子产业最重要的重镇 好像有说服力啊 公投的时候 民进党告诉我们将来的重镇是在高雄嘛 你没有看台积电都搬过去了 我们为什么 为什么要三接 因为我们需要电 电是谁要用 因为台积电要用 各位 那现在为了新竹 当然民进党会再有一番收持了 那这番收持我们可以看到 林志坚 他因为仗着他师父嘛 现在民进党在立法院做什么 你觉得不合理的 没什么关系 他只要人多就够了 所以民进党会不会够 只要把鹰派把它讲好 蔡英文这个派系 英系就讲好 对 绝对会够了 那英系听谁的话 听蔡英文的话 你刚才讲好到时候变九都咧 九都没什么关系 九都民进党更好选 民进党在乎的是能够执政 选举他们要赢 所以他如果变越多多的话 对他来讲 那种老百姓的荣耀感 他觉得够了 他也不管是缘分别的问题 对我就跟台北市一样 我是都了嘛 那都的话 为什么我能够成为都 国民党执政我们不可能 我们永远低人一等 民进党让我有一个空的稀范了 我就变成都市人 直辖市啊 对不对 所以民进党很喜欢去卖这种东西 过去他告诉高雄人 光荣高雄啊 光荣高雄啊 你看高雄在成吉时代办成四印 世界运动会 大家一想哇世界不得了 那我请问所有的台湾老百姓 我们的听众朋友 世界运动会有很重要吗 请你告诉我那么重要 请你告诉我这一届在哪里办 请你告诉我上一届在哪里办 请你告诉我下一届要在哪里办 全台湾我敢保证 百分之99.9的没有人知道 那如果那么重要 为什么没有人知道 可是可见那个不重要 什么叫世界运动会你知道吗 世界运动会就是 就是所有奥运有的项目他通常不准有 那还有什么好看啊 那还有什么好看 奥运有的项目他就不准有 他只能比赛一些什么水球啊什么之类的 那个谁要看啊对不对 我讲喔就是说他没有吸引力 可是他叫做世界 所以民进党就觉得很有荣耀感 成吉半的 逼马很久出钱 盖一个场馆一百多亿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哇高雄花那么多钱 哇每天都了不起 三太子还跑出来跳舞 记不记得 民进党就会玩这一套了 啊玩完了以后什么都没有 就是花了钱 比烟火还不如 三屡棒啦 三屡棒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朋友讲 他要把足足兵喔 人民不会反对 你也无众反对 我立法院够了就好 我过了以后就开始执行了 就好像我们看那么多的事情 他在立法院把它决定了以后 他从来不管你 最明显的就是公投不要绑大选 立法院通过了就通过了 然后你再去公投 公投不赢他 就继续的让公投以后没有影响力 所以民进党想做什么 就要趁这个时候赶快做 将来未必他在立法院够办啊 将来他未必还能够当总统啊 所以趁着全力在手 全力在手你不用的话 一时作会 所以这是最好的机会 其实那是一种养套杀的概念 因为其实之前我做过高雄的翻盘之后 曾经回去高雄问过很多的高雄市民 他们真的觉得很光荣 大家也说不上哪里光荣 也说不上哪里幸福 但就觉得光荣和幸福 然后问他说 那你知道之前的市运会知道知道 或是有人不知道了 可是没关系不知道也没差 我还是觉得很光荣 所以这次是不是也要用这一次的 不管是七都九都 英系立委要这么反弹 其实也不是真的反对林志坚 为他一个人应援的设施 是我也要嘛 对 陈明文就说 应该要追求行政区的话一致性嘛 那当然柯建民是说 没有啊 联署已经超过30人 大家都是有共识 上次跟你自己怎么看 我想其实柯建民这个是 柯建民本来就是巧王啦 他本来就很有谋略的 非常谋略 是这样子 我觉得他现在无论他 他究竟有没有人民 他真的有没有忠心觉得 竹竹病这件事情真的是对台湾的 包括地理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是很有帮助 产业环境很有帮助 不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他在拉抬 他的子弟名字上刚刚董哥讲 他儿子般的林志坚 他光是提出这个部分 而且他强度观山要做这件事情 话说回来 其实对于巧王来说 这也是个谈判的很好的筹码 也就是说最终你即使竹竹不病 那你还是要给林志坚有个交代 谈判就是这样子 我一开始先砍 先砍杀架 或者我要架要到这里 然后再跟你慢慢瞧回来 无论如何林志坚 因为这样子有个未来 甚至未来入阁 乃至如果郑文燦去当 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林志坚会去当副院长 不知道啦 所以这个当中其实政治就是一场 你帮我们成绩中放在哪里 分赃跟交易 成绩中就靠边站了 他很适合农委会跟那边讲那些 保健品跟什么之类这种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 当然就我自己的个人之道所知是 柯立民他也不是只有政治力在做 其实有关于竹竹科这件事情 有时候我们要看这些政策的 这种重大政策的 他的枢纽点在哪里 第一个当然民进党或蔡英文的意志 就是第一个的枢纽 第二个还有一个枢纽 不只是政治面 结果所说其实柯立民在做这件事情 他在思考这件事情不是现在 他准备很久了 事实上从包括甚至去年 我所知道的去年初 他就在有些聚会当中 已经对于竹科当中 甚至我相信包括台积电 等等的这些竹科为主 周边外围的许多的指标性的 这些上市公司或等等很有影响力的 都已经在跟他们在磋商这个事情 寻求他们认同跟支持 所以我的意思是指说 这件事情除了蔡英文的 跟柯建民的这种政治力之外 其实还有产业这一块 我的意思是指现在无论大家怎么说 反对党怎么都是用这种论理 我刚刚这边也看到 包括赵若康先生 或无论柯恩哲等等 大家都是有一种推理方式 台湾这样不合理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可是如果一句话 台积电说其实对啊 应该就整个台湾的台积电 或电子产业科技 足足可整并起来 就像刚刚董哥讲的保安水库等等 周边的部分的整体归大会 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合适的 我觉得如果这些主要的龙头产业表态了 你觉得全台湾会有任何的意见吗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柯建民就好像我刚刚讲 柯建民已经在就我所知道的 他从去年就已经在接触这个事情了 然后今年其实在疫情当中 不但聚会可是都一直 他一直都在磋商这个事情 这不支持这两天的事情 所以我因此我也认同 我非常认同我讲的 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推 关键就只剩下蔡英文 是如何去思考或摆平这件事情 就能不能承受得住 即使只有朱出科病 后面其他都没有处理 冒着那么多的部分的舆论的 这种分析或者是批评 可是这些分析批评和最终台积电 一句话全部都可以全部打脸了 也就是说真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 这整体来说我们看见了 柯建民的部分的 那僑王的正式手腕 在谈判上如果只是私心为名之间 依然绝对还是可以要到位置 即使朱出科不病 但是朱出科病的 我个人认为可能性很高的 因为这不是现在的事情 敲很久了 各位思考台积电如果也没有说赞成 只是说他们乐观其成的话 你觉得是不是有什么舆论呢 能说什么呢 而且还不止台积电啊 还有那么多家 你觉得换作你是台积电 足足可贵他们是不好的吗 当然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答案已经就是在这里 只是说什么时候做 以及是不是在这个选举 接下来的地方大选的选举 这件事情上当中会及时的完成 而这当中变成一个刚好是 林志坚可以从容上任的舞台 如此而已 但是我想问一下董哥 请问林志坚就是变竹竹合并之后 他就一定可以上任吗 他就一定可以接受吗 因为他分析过了 现在以他的情况下 他盛险的机会比杨文科大 杨文科是现在的新竹县长 是国民党籍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林志坚他们有非常厉害的 那种宣传的团队 大家把它想一想看 其实新竹是 你由这次选举结果 当然大家投票的结果 大家知道是 新竹本来就是蓝大以立 新竹的民党只有六席业 议员只有六席业 国民党十几席业 那为什么这一次林志坚 会有这种交力感 而希望赶快合并 因为他当年会当选 他自己也没想到 他当年是2014年太阳花 太阳花 林右昌 郑文燦跟林志坚 三个人都没有想到 因为这三个地方本来就是蓝大以立 所以为什么说这次公投 就是大家 两个大政党动员 你动员一出来的话 蓝大以立 那个马上就显现了 回到基本盘了 这基本盘都出来了 那林志坚自己非常清楚 所以他一当选的时候 他也是携郑文燦一样 一直撒币 一直做很多动作 那做很多动作 他那一次选上以后 国民党本来洗民财 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会漏险 本来吴志阳 所以我意思说 其他县市的危险 他没有很危险 结果他们都被拿下来了 他们都行求连任被打败 那林志坚上来以后花很多钱 他做很多形象的包装 那反正他中央有他的师傅 柯建明嘛 柯建明什么都敢要 柯建明有两个助理 一个是林志坚 培养他当新竹市长 一个助理现在在行政院 当副秘书长 你可以想象一个立委的助理 当行政院副秘书长 是 他就有这个实力 你所有东西要够 要经过我在立法院帮你弄嘛 包括总统的 包括行政院长 所以民党 这些大趴每个人都这样想啊 你知道韩国瑜为什么 北龙的那个人家要他下台 韩国瑜北龙总经理干得好 为什么要下台 因为新潮流的段宜康的助理 想要这个位置 他助理姓蒋啊 过去新闻界出身 投靠了段宜康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每个人都在分 他们非常清楚 我们要执政的时候 你要拿这些位置赶快把它占领 你将来才有好的出路嘛 所以大家都在分析 这代表派系的利益嘛 那你看柯建民 为什么急急这样 因为我现在立法院 还有这么大的优势 蔡英文也来挺我的话 我们不趁这个时候 以后就没机会了 那这是时机最好的 这时候把它通过刚好安排林志坚上来 那林志坚上来的话 柯建民也可以交棒了 柯建民现在立法院是最资深的 对不对 他从民国81年当立委当到现在 那已经29年了 接下来还有三年任期 他32年 他不得了了 但他总要交棒啊 所以林志坚是他柯系 这里的 等于说最主要的子弟兵 将来的掌门人 对他来讲这个太重要了 没有用这个时间点的话 这个稍纵即逝 所以你们骂他 或讲他 他毫不在乎 只要蔡英文立庭 那蔡英文要为将来自己卸任以后 保证他自己的官司 保证他不会被党内批 这些东西 他要有一些子弟兵在里面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两得其立啊